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陪我干啥呀 这儿是不是有小米粒快递 有啊 我陪快递 这样啊 我破例了 让你把这快递拿走 你亲自给小米粒送过去行不行 还行 这平时都要长人家的人了 咋今天不愿意去他家了呢 主要是他不让我进 平时就烦你了 太烦你了 这个是顺风的快递啊 记住一定本人签收 行 你在这儿看点我出去他 你干啥去啊 小四不犯痛风了吗 我去看看他 你听晚上了 太吃火锅了 喝啤酒 你去吧放心吧 谁快递呀 顺风的 玩儿姑父的啊 是跟顺风有关系的 就是你儿姑父的啊 这这个顺风快递公司也是你儿姑父的吧 看看 这写的不明明白白的嘛 既见人 风风 但是你收见人你看清楚了 那也不是二米粒啊 是赵铁丹 赵铁丹 你咋的你那是啊 我咋不认识的 我二姑父他们公司的 这个赵铁丹啊 长得漂亮 殆尽 我二姑因为他 天天跟我二姑干账 怀疑他俩有情况 你知道吗 快点 有情况 有情况人家 赵铁丹能搬到咱们小区里住啊 搬这儿来了 这事指定是真的了 有句话说得好 哪句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 扫胡头尖的 都尖的 你咋超之八伙啥呢 大老远就听见了 咋的 我让你上我家 怕吵着我大外甥上睡觉 你跑这来吵上来了 以后我注意啊 注意 小俩 哪个是我的快递啊 这个是顺丰的 这个是你的快递 那正好都给我吧 我给我二姐夫拿回去 你可拉倒吧 这不是你二姐的 这是你赵姐的 赵姐 赵姐是谁啊 那个 你二姐夫公司 是不是有一个叫赵铁丹的 对呀 我二姐夫秘书啊 看看看看看看啊 封封 寄给赵铁丹的 不是你二姐夫寄给你二姐的 那他能给他寄的啥呢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来打开打开 哎哎 这啥呢 想啥呢打开 我这保安 我看快递的 你当着我面 给你打开呢 不合理你再说了 别老瞎猜啊 小美丹 你别听他的 啥瞎猜啊 我二姐夫都给赵铁丹寄东西 不行我得给我二姐打你话话 别别别 小美丹 就你二姐的脾气来了 他不得疯啊 要是他俩出问题了 我们全家都得疯 起开吧 不是 小美丹 你冷静呢 喂 二姐啊 你赶紧到我们的办公室 一趟快点有急事 哎 完了 这下费了 他二姐那驴脾气上来 我跟你说 那办公室不得给我拆了我 啊 来了以后稳住他 细着聊 慢着问 啊 这个相信我 一会就看我的指挥 我来进行谈问 不用那么句话吗 真正的高手 在民间 之外 有个侦探 叫福尔摩斯 我 就是国内的侦探 福尔摩斯 三点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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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国家摩斯 二姐你来了 我跟你说啊 没事 没事 二姐没事啊 来 请坐 有几个问题 需要你配合一下 请坐 行 你说 来 说吧 不是啊 你问呢 还没问呢 很冷静 头脑很冷静啊 但是我相信一会儿 二姐你一定会暴躁 问就问呗 坐那儿问呗 因为回家还得带孩子去 好 我问你 饭大爷最近好吗 啊 孩子最近好吗 啊 晚饭吃得好吗 啊 二姐夫怎么样 你有病吧 你笑脸啊 啊 我是要暴躁了 你要干啥 你疯了 你疯了你啊 看什么 真正的告诉我 在什么眼睛 天生的眼睛 来 小米点 过来来来来 快点来 我告诉你啊 以后咱家那个 王小千和余小脸 都多少来 就人了 余小脸你别别整 没用的了 二姐 我问你 你知道我二姐夫在哪儿吗 知道啊 你不也知道吗 不在广州的吗 那你知道她住哪儿吗 哎呀 天天跟我发视频聊天 而且住的地方还不错呢 就是那个广州凤凰阁宾馆 二二二房间 对上了 对上了 小子大跳 小子大跳 二姑你看看 哎呀 这都在情理之中的事 哎呀 我不用看 二姑你好好看看你 哎呀 我看看干啥 我都知道里边是啥 不就是包吗 你二姑没创意 不是 二姐 你看看吧 我们都想看 对对 咋的了 今天是啊 行 我就给你们三个单身青年啊 看看我们已婚人生的幸福 哈哈哈 行 看看 来 看见了吗 寄件人 咚咚 我们俩的爱成 再看寄件地址啊 广州凤凰阁宾馆 二二二二二房间 一个二 知道啥意思吗 一炸 我炸死你 二二三 代表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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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驴子嘛 再看收件人 秧铁丹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二姐 你看啥去 我给他送去 我刚好去啊 哎呀 我要做 我告诉你这事 我第一天当面跟他说什么玩意 都被他给他寄的屋屋里了 哎呦我的前世会 我给他生儿育女 我给他看家 我愿他给别的女人送东西 冷静啊 我怎么冷静啊 二姐 你想想 这个事不见得是真的 对不对 还没够死 你信我的 因为我是夫人莫烈 我会破这个案子 我一会儿给他打电话 让他过来 咱们当面质问他 你看怎么样 行 就让暴风雨来的够猛烈些吧 我又不是没见过 就那小体格我是不能破得了 废我的天 就他那样的 我那妈还敢跟我俩抢包 不是 跟我俩抢老公 我先生打电话 咱们好 喂 你好 赵体丹女士 请你马上到我们物业办公室来一趟 对 这有您的快递 好嘞 我在这儿等你 搞定 马上就过来 但是 但是一会儿来了 是 千万千万别慌 好不好 小美丽 戴二姐 上那个桌后面给我藏起来 不去 你别不去啊 你想想 你要是当面的话你问不出来 你得藏起来 你知道吗 行 相信 夫妻之间就有信任 行啊 一条脸儿 我就最后勉强相信他一回 咱们藏起来 你干啥去啊 藏起来吗 你藏起来吗 你藏起来能装起你吗 你老藏起来 你得配合 行不行啊 配合大配合好不好 妥妥必须就放心吧 好 保证配合好啊 放心 保证你配合好 好 我来去开店 我是新搬到咱们小区的新联系赵铁丹 实际上你叫做铁丹 叫做铁丹有啥可高兴的 你说你非非非非 哎呀 这干啥呢 走了好了 会挺大的 哈哈铁丹呢 嗯 这是您的快递 对谢谢 啥意思呀 没啥意思 故意新规定 凡是新用的快键 但是你都得在这个打开 晚上我们也看看 对对对 对 新闻 啊 我知道了 想要这个盒 卖纸壳是不 哈哈哈哈 不是你瞧不起谁呢 卖什么纸壳 卖纸壳啊 他们的公司吧 就是怕你这个乱撇 知道不 垃圾不分类 对我能分好了 放心 不是 那你那你这样 你先要取的话 你得核实一下 你的身份信息吧 对不对 对 这有箱子很贵的呀 我 赵铁丹是我本人 嗯 这个是我的身份证 这个快递是从广州市凤凰阁宾2222号房间 我亲爱的方方给我寄过来 这个毛病吧 没毛病吧 对 冷 冷静啊 冷静 哦 这样啊 咱们 咱们 呃 如果要是说 我有个其他请求就是 因为你看啊 我们俩也都是单身 对对对 既然你的疯疯这么爱你 我们想看你 你俩是咋疯的 不是 你俩是咋呀 对吧 我想学学学 学学 做的啥呀 对对对 看看 行 今天呢 我就当着你俩的面 秀一下恩爱 来 来 我们展开啊 这玩意厉不厉害 来 来 啥 看 这是我最喜欢的宝宝 那还是我最喜欢的宝宝呢 啥啥啥 啥 嫂子你怎么在这了 什么玩儿嫂子呀 她还叫我嫂子呢 我过两天也叫你嫂子了吧 嫂子你这话啥意思啊 啥意思 嫂子我祝你们幸福啊 能够到你的祝福 我真是太开心了 哎呦 嫂子 过几天我们就要结婚了 结婚那天 你可一定要到场啊 嗯 我姐到场 她得帮我儿子去呢 我儿子给你当花童 然后我给你当万娘得了呗 真的呀 太好了 我一直就这么和气的 没好意思跟你说 谢谢嫂子 行 我祝你一个前日份秀子吧 太过分了 你不找铁蛋 你什么人你 别别别别 我跟钱走 嗯 哎呀 哎呀 还装不知道是吧 哎呀 我最喜欢的泡泡 我最爱的芳芳 就回来送给你 凭什么呀 不是你是谁呀 哎呀 嫂子 你误会了 我说的那个我亲爱的芳芳 是我的男朋友 陈小枫 看你啊 合计啥呢 我跟你说 那我跟陈小枫能好吗 还是钱总给我俩介绍的呢 这不俩人一起去广州出差了吗 为了节省经费 所以住在了一个房间 看你合计啥呢 而且嫂子我听说 这次的事情好像不是很顺利 本来说今天就要回来 但是钱总啊 这一着急一上火 就生病了 都树叶了呢 她生病了 没跟你说呀 嗯 嫂子 这个钱总肯定是怕你担心啊 怪我怪我 这我多嘴 小脸 哎 哎呦 怎么来这么多人 哎 二姐照理一下这啊 这个是钱总给你邮的快递 啊 这钱总才出门几天呢 就给你送礼物 但是这也好 嗯 来 帮你帮我打开 来来来来 哎 这整错了 往前我告诉你 以后你去闭下彩心了 你不敷补脸了 你不敷补脸了 你不敷补脸 你不敷补脸 我成事不好被决 你往 我最喜欢的包 哎 哎 好的 里面还有一个卡片 啊 媳妇啊 我得过两天才能回去 这边谈判特别顺利 我在这边挺好的 就是想你 想你 像孩子 像咱们这个家 这个包送给你啊 作为 结婚今天日的礼物 咱刚刚有了孩子 我呢 就工作一直忙 不能在家陪你 我就感觉特别的对不起你 等老公把这份生意谈成了 回去给你带更好的礼物 别小了啊 爱你的小芬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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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我爱你 我最爱的老大